各位朋友大家好 幾天不見,發現中共現在又有了新花樣 就在前幾天,中共中央國務院公佈了一份文件 叫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 這個綱要裡面,他們又推出了一個新的所謂的宏偉計劃 他們要把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香港澳門 要連成一體,十一個城市佔地一共是五萬六千平方公里 涵蓋的人口是將近七千萬 他們要把這個地區,這些人口,要把它融為一體 發展成為世界上繼紐約、舊金山和東京之後的 第四個大灣區,把它發展成一個工商業的中心 要在金融業、物流行業、製造業 甚至是在科技創新方面 要把它變成世界第一流的灣區 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共的經濟狀況是每況愈下 不斷地下滑,很快就要崩潰了 那麼在這個時候,他們為什麼要推出這麼一個計劃 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在實施,在執行這麼大一個計劃 那麼推出來是要幹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這是一個巨大的陷阱 我現在就來給大家解釋一下 中共這個政權他們不管搞什麼 大家一定要記住,他們只有一個目的 那就是維持政權的統治 它根本就不是想來發展這個國家的經濟 讓這個國家,讓這些老百姓變得更加富裕 生活得更加好 他們只有一個目的 延續統治 他們延續統治 這個專制獨裁統治靠的是什麼呢? 靠的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 而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 它是不斷地需要輸血的 不斷地要龐大的經濟資源來支持它的 而他們呢,並不是一個創造性的體系 他們是一個吸血的機制 從中共建政之初 他們就開始了這樣一種模式 統治模式 他們在建政之初那個時候真是一窮二百 蘇聯人給他們的錢 那是足夠不足以維持這個統治的 那麼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就搞土改 所以第一輪吸血的對象 就是中國的一兩百萬的地主和富隆 他們殺掉了那些地主和富隆 掠奪了他們的土地 這就變成了他們的統治的資源 第二輪的這個吸血的對象 就是中國的民族工商業者 那個時候中國雖然保經戰亂 但是因為有資本主義制度 因為和西方有接觸 所以說工商業的發展也是相當的迅速的 那麼這一批階層呢 他們掌握著一定的經濟資源 成為中共掠奪的對象 所以他們通過所謂的公私合營 後來就把這一批人掠奪得乾乾淨淨 那麼這樣就維持他統治 又有一段時間 那麼後來呢 又通過這個集體化 把農民的這個土地完全收回來了 控制了農民 也掠奪了他們的每一分的錢 通過所謂的剪刀叉 把農業產品的價格降得很低 然後呢通過這一部分錢來發展他們的所謂的工業體系 而到了文革結束的時候 過去的那一套辦法呀 已經在吸不到血了 老百姓已經被他們吸乾了 整個國家可以說是國幣民憑 統治機器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這個時候出了一個能人 他想到了一個新的吸血的辦法 這個能人就是鄧小平 新的吸血的辦法就是改革開放 鄧小平他眼光獨到之處在哪裡呢 他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國家 瞞目倉疑的國家 他看到了新的吸血的對象 中國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有兩樣東西是有的 第一個是人口 這一批人口啊就是幾億的廉價的勞動力 第二個呢就是中國國土廣大 還有一些自然資源 那麼他把這兩者結合起來 就可以產生大量的廉價的產品 那廉價產品呢在國內 老百姓是消費不了的 因為再廉價中國人呢那個貧窮的程度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消費自己所生產的產品 怎麼辦呢就像要搞開放 要到全世界各地去侵占別人的市場 用廉價產品用傾銷的辦法 用各種各樣違背世界貿易規則的方法 去侵占別個國家的市場 這就是所謂的改革開放 他吸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的血 同時呢也吸了外國的那些市場的血 靠這種辦法他們維持了將近40年 那後來呢當然知道 這個這條路是不可持續的 因為國外的那些廉價產品市場 已經飽和了 那現在又遇到了貿易戰 又遇到了西方各個國家的 他們的聯合的抵制 所以這條路也走不通了 所以前幾年他們就已經看到了這個現象 所以呢 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又搞了一個新的這個吸血的這個辦法 就是想把中國的這個廉價勞動力和廉價產品 要把它向第三世界的那些不發達國家輸送 這就是所謂的一帶一路 把中國的這個資源把中國的勞動力 把他們積累的那一點點資金 投放到第三世界國家打搞基礎建設 通過這種辦法控制那些國家的資源 甚至是控制那些國家的政治 政界經濟界 改變他們的政治體制 讓他們跟著中共的指揮棒來轉 但是對他們來講 非常可惜這條路走不通了 不僅僅是西方的那些發達國家 意識到中共現在正在用他們的辦法 想改變全世界 而且那些啊 一帶一路上面的那些發展中國家 也意識到了這是一個陷阱 如果跟中共這樣的方法呀 來發展經濟 那麼最後就變成了中國的附庸 中共的附庸 中共的努力 所以現在第三世界國家也在紛紛抵制 比如說馬來西亞 現在兩個主要的一帶一路的項目 都已經叫停了 緬甸 他們的這個一帶一路的那個項目啊 是修一個大水壩 密松水壩 現在也已經叫停了 即使是中共的鐵桿的盟友巴基斯坦 他們也已經停止了和中共啊 在一些重要項目上的合作 中共在那裡投資的幾百億美金 現在可以說是血本無歸了 維內瑞拉大家都已經看見了 根本沒有辦法再繼續搞一帶一路了 甚至是非洲的那些國家 那些貧窮落後的國家 那些經濟凋敝 政治上腐敗的那些國家 大家現在也已經開始抵制中共的一帶一路 所以這條路也走不通了 靠這樣的辦法吸血 那是絕對沒有指望了 那麼這個時候啊 中共再看一看國內 再看一看國際 吸血的對象已經不多了 對了 中共在發展這搞所謂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啊 必然的它會半生著一個階層的新的階層的出現 就是中國的中產階層 雖然這個體制啊 這個分配體制非常的不合理 但是總是要有一批人呢 來發展經濟的嘛 這批人成為中國的中產階級 雖然人數不多 大概佔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 這樣的人口啊 這個規模 但是就是這一部分人 在過去的這些年呢 也被中共啊 吸得差不多就乾乾淨淨了 他們通過什麼辦法吸血呢 第一個是通過房地產 把所有的這些中產階級都變成了房奴 然後通過醫療 產業化 本來醫療啊 是這個在文明發達的國家 在現代文明國家 就是一個社會福利系統 是每一個人都應當享受到的生存的權利 但是中共把它變成了一個產業 變成一個賺錢的工具 變成一個吸血的工具 所以說在中國 你只要得一次大病 你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啊 就會崩潰 你就會從中產階級變成次貧階層 那麼通過這樣的一些辦法 還有通過股市 還有通過這個金融雜騙系統 像所謂的P2P 像所謂的飯雅 像所謂的一珠寶 把這些中產階級啊 也差不多掠奪乾淨了 現在中產階級正在貧困化 正在次貧化 這個時候 中共要找到新的掠奪的對象 放眼望過去啊 全世界幾乎就沒有第二個地方了 只有香港和澳門 是他們呢可以吸血的對象 香港澳門過去啊 是所謂的實行所謂的一國兩制 在英國人在這個葡萄牙人的這個 長期的治理下 他們的經濟基礎比較好 所以說呢 在現在還有一些油水 還有一些血液 可以供中共啊來吸血的 那麼現在這個所謂的大灣區計劃 就是一個針對香港澳門的一個吸血的計劃 尤其是針對香港 因為澳門的經濟體量比較小 香港呢在全世界經濟體系當中 都佔有重要的地位的 所以香港這次成為他們新的吸血的對象 香港人民呢一定要認清楚 現在大家面對的這個局勢 但是不要啊 隨著中共的指揮棒起舞 要不然呢 大家的處境就真的危險啊 那麼我們來講一講 他到底想怎麼樣的吸血 如果這個大灣區啊 規劃綱要的朋友啊都知道 這個裡面呢 全部是套化是空話 沒有依據落到實數的 沒有實施的細則 他們只有目標 所以從這個文件裡面呢 大家是看不出來 他們是準備怎麼幹的 只有了解中共的人 只有了解中共過去歷史的人 才能夠從中得到一些線索 才能夠看出一些端立 才能夠看出這個陷阱啊 是挖得非常的大的 現在我就來給大家解釋一下 他們今後下一步會怎麼樣辦 現在啊 我看見國內的黨的喉舌媒體啊 已經開始鼓噪了 說是啊 現在這個規劃啊 一定是將來啊 要把這個地方 變成世界第一流的 這個工商業區 現在有很大的投資機會 大家都去投資吧 那麼這個投資 吸引投資的主要對象 就是港資 因為香港是一個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呢 它有很多的資本 它是可以運作的 那麼中共想用這種辦法 把這些資本忽悠進去 當然了 他們不是不投本錢的 他們也要有大量的中資啊 進入這個地區 投資在這個地區 那麼和港資融合在一起 最後啊 把港資綁定 稀釋港資 那麼他們這個中資哪裡來呢 現在中共啊非常的缺錢 但是他們缺的是真錢 印鈔票這個是不要成本的 所以他們會大量的注水 這個對他們來講啊 簡直是輕而易舉 沒有人監控他們的 現在他們發的國債 馬上就可以變成鈔票 甚至是地方政府的都可以發行債務 都可以變成鈔票 所以說鈔票的來源呢 是源源不斷 取之不竭的 那麼他們用這種硬的鈔票 投資在這個地區 而港資呢 那是實實在在的資本 那是貨真價實的 真金白銀的資本 他們用硬的鈔票去稀釋 去控制 去滲透這些資本 滲透這個香港的企業 控制香港的企業 最後啊 就完全接管香港的企業 這就是他們的這個真正的計劃 香港的企業家 香港的這個投資家 只要進入了他們這個計劃 只要上了他們這個當 那麼脫身的機會啊 就可以說完全沒有了 更可怕的是啊 他們不僅僅是要滲透控制 接管香港的企業 接管香港的金融行業和物流行業 更重要的是更可怕的是啊 他們要用香港的經濟實力 來作為對外進行新的一輪的 經濟擴張的一個基地 所以在這份規劃裡面呢 他說了要把香港 要把這個大灣區啊 變成一帶一路的一個基地 要運用發揮香港金融體系的優勢 香港過去金融體系物流行業 這是經過一百多年的 在法治文明社會的規範之下 積累了非常好的信用 如果是跟中共的這些經濟體系啊 進行合流 如果被中共接管了 那在國際上還有信用可言嘛 那麼他們在進行經濟擴張的過程當中 他肯定會遭到抵制啊 肯定會遭到制裁啊 現在貿易戰正在打 那香港還是在這個貿易戰的戰區之外 如果香港跟廣東珠江三角洲 跟整個中國的這個經濟體系接軌了 跟中國的經濟體系綁定了 那麼香港是不是也會淪為貿易戰的戰區呢 還有更可怕的 在這個規劃裡面呢 他講到了 說是啊 要瞄準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 要把這個地區啊 變成第一流的科學創新區 大家都知道中共哪裡有什麼科學創新呢 他們所謂的科學創新 就是偷別人的這個科技發展的成果 偷別的國家的知識產權 用這樣一種方法 他們可以短平快的把它轉化為商業利益 這是中共發展的一個老套路啊 他們能改得掉嗎 當然改不掉 那麼他們現在想把香港也拉進來 想通過香港過去啊 積累的那些信用 來偷取啊 其他國家的這個科技發展的成果 現在中共已經被美國 被歐盟 被所有的這些經濟發達 科學發達的這些國家啊 正在抵制 正在制裁 那麼香港如果和中共綁定了 那麼也不就成為制裁的對象嗎 那麼香港那個時候啊 不就是覆巢之下沒有晚暖了嗎 香港怎麼辦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更可怕的是 香港人呢 過去在英國人遺留下來的制度下 所享有的那一點點自由和民主的權利 將會喪失殆盡 這份綱要裡面說了 說是香港澳門這些地區啊 他們和中國啊 是實行一國兩制的 他們有他們的制度 那麼通過這個規劃啊 要在這些制度上面呢 要進行融合 要進行接軌 過去啊 中共許諾香港人的一國兩制 結果大家都看見了 香港人過去曾經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 那麼現在再看一看 香港的電台電視台報章雜誌 有幾個人敢說中共的壞話 敢批評中共啊 極少了 即使是有也是小罵大幫忙 這就是香港人言論自由受到了侵犯了 香港人過去曾經享有充分的遊行集會抗議示威的自由 那麼現在看一看 戰中三子正在等待審判結果 還有很多人已經被判刑了 有很多的民選的議員 現在已經被剝奪了議員的資格了 這就是過去啊 22年以來 中共他們對一國兩制 他們自己承諾的一國兩制的不斷的侵犯 不斷的在打香港人的臉 香港人的這個自由權利 民主權利是在一步一步的倒退 如果當中共完全控制了香港的經濟 當中共在制度上面和香港完全接軌 那個時候 那一國兩制那不就蕩然無存了嗎 那個時候 香港人不就和大陸一樣 變成了中共任意宰割的對象了嗎 想一想 多麼的可怕 所以說香港人 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這個企業界的朋友 香港的普通的市民 大家一定要警醒 千萬不能上當 不需要有高深的學問 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 中共的這個經濟體系一定會崩潰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經濟體系 它是靠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來維持的 而這個不公平的分配制度 造成了大量的社會底層的窮人 他們沒有消費能力 他們製造的產品自己沒有辦法消費 只能出口 而現在出口 他們的這個外國的這個市場 已經飽和了 而且還在萎縮 已經遭到了貿易戰的這種制裁 它在不斷的萎縮 這個經濟的崩潰 我們可以說是值日可待 崩潰在即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 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企業界 如果被中共忽悠了 如果在國際上 把香港的資本 把國際上的資本都收拾來 投入了這個所謂的大灣區 這一個大陷阱 那麼最後一定是血本無歸 一定是把香港輸得乾乾淨淨 把香港過去啊 積累的信用 輸得乾乾淨淨 把香港的經濟的基礎 摧毀得乾乾淨淨 香港那個時候啊 就不再是一個自由港 而是一個死港 香港不再是香港 不再是東方明珠 而是一個臭港 這是關係到香港 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 大家一定要警醒 不僅僅要警醒 而且要抵制 香港的企業界 如果是受到了中國內地的壓力 受到了中共體系的壓力 要你們一定去投資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學一個人 香港超人李嘉誠 他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他一看見 現在中國這個經濟大煞江青 他趕緊就跑了 他就撤退了 撤到英國去了 撤到全世界各地 大家不要以為呀 這不是愛港行為 這就是真正的愛港 這是為香港保存實力 當中共不負存在之後 當香港恢復了正常的這個秩序之後 當香港的經濟再一次調整過來的時候 那麼這些資本還會再回來 還會落葉歸根 所以說走 這是一條路 當然了 如果能夠在香港堅持下來 抵制中共 那當然是更好 香港的社會運動界的朋友 政界的朋友 所有的關心香港前途的這些朋友 現在也一定要反抗 一定要堅持住 一定要擊破他們的這個謊言 一定要讓他們這個大陷阱 要大白於天下 讓所有的人知道 這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的計劃 這是一個吸血的計劃 這是一個坑人的計劃 那麼怎麼樣做呢 我給大家建議 現在中共馬上就要召開所謂的兩會 這個時候全世界的媒體都會聚焦於那個地方 3月5號就要開幕 香港的朋友這一次3月5號 一定要藉著這個時機 揭露向中共的這個所謂的大灣區規劃 一定要抵制它 大家一起上街遊行 大家甚至可以重啟戰中運動 這個時候 就會讓中共非常的難辦 這是一個 這是要抵制 但是大家也知道 僅僅抵制是不夠的 香港畢竟它只是一個城市 而中共控制了960萬平方公里的廣大的國土 控制了14億人 我們靠香港的這六七百萬人 其中民主派只佔60% 靠這樣的一個力量 還不足以真正的抵制中共 我們如果僅僅是採取防禦的姿態 那麼中共就會逐步的蠶食侵吞 他們會啟動他們的宣傳機器 啟動他們在香港的共產黨的這個特務體系 啟動他們在香港的傀儡代理人 來不斷的給香港的民眾洗腦 不斷的給香港的企業界施加壓力 那麼最後我們還是會節節敗 那麼真正的能夠抵制中共的 真正的能夠保住香港的辦法 就是擊垮中共 我這麼一說可能有些朋友 就覺得 哎呀你是不是在開玩笑啊 中共既然這麼龐大 我們怎麼能夠擊垮他們呢 那麼我告訴你 在歷史上 以少甚多 以弱甚強的例子 不勝媒取 只要你敢做 只要你有智慧 只要你有策略 完全是可以的 在聖經上面呢 有一個著名的故事 就是大衛打垮哥利亞 巨人哥利亞的故事 那哥利亞是一個巨人 大衛呢 只是一個牧羊的小童 哥利亞啊 他全身的披掛鎧甲 前面呢 還有人拿著一個盾牌 來幫他擋 擋住這個進攻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大衛他有勇敢 他有智慧 他就說啊 我什麼都不需要 我只需要一個投石器 就是牧羊啊 小童啊 經常用來打囊的那個投石器 他找到了 哥利亞的一個軟弱之處 找到了他的弱點 就是他的面部啊 他的額頭是沒有保護的 他的眼睛是沒有保護的 大衛啊 在接近哥利亞的時候 就把這個投石器甩出去 一個巨人 就經不起這一塊石頭的衝擊 打擊 他就倒下了 大衛擱下了他的頭 這就是啊 一弱勝強的辦法 就是一少勝多的辦法 那現在中共有沒有弱點呢 中共雖然龐大 他當然有弱點 比哥利亞的弱點大多了 而香港呢 比大衛強多了 中共的弱點在哪裡呢 中共的弱點呢 就是他們在 雖然統治了一個廣大的國土 但是在這個國土上面 大多數人對他們呢 是非常不滿的 中共的這個統治下 積累的巨大的民怨 這就是他最大的一個弱點 當這個民怨爆發出來的時候 中共整個的統治體系就會癱瘓 那個時候啊 就不要說什麼大灣區計畫了 不要說什麼一帶一路了 他們呢就會倉皇出逃 他們整個政權就會不保 所以說香港人 就要瞄準他這樣的一個弱點 而香港人呢 在瞄準他這個弱點之後啊 我們比大衛啊 可是有力量多了 香港人 有陳建制的民主派 泛民派 我們有很多民主派的組織 都是很有經驗的 有社會運動經驗的 有戰鬥力的 我們香港有全世界的 這個對全世界這個 政治勢力的這個聯繫 他們都會支持香港 香港有對全世界的 這個媒體界的聯繫 他們都會來報導 都會來幫忙推廣 來幫忙宣傳 那麼有了這樣的 有力的武器 香港用起來 用它來啊 向中國14億老百姓講話 讓他們意識到 他們所受到的這個待遇啊 是非常悲慘的 他們所得到的 他們的勞動成果啊 只是他們所創造的 勞動成果的一小部分 中國人民忍受這麼多的苦難 那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中共的統治 就是共產制度 讓他們意識到了 現在中國就是一個 遍布乾柴的 這樣的一個場地 香港的朋友 手上啊 是有火柴的 不僅僅有火柴 甚至可以說是有火炬的 只要把這個火炬投向中共 投向中國的大陸的廣貌的土地 投向14億人民 這個熊熊烈火就會燃燒起來 就會燒毀中共的這個大廈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一個 全民共振的運動 就是想把中國每年出現的 幾十萬起的民眾抗爭 把中國每年幾千萬人次的這個民眾抗爭 把他們匯聚在一起 讓他們形成一個共振的效應 讓他們在同一時間爆發 不要說這麼多人了 不要說這麼大的地獄了 在中國只要有十個城市 同時爆發抗爭 中共整個的維穩體系就會崩潰 中共整個的政權就會崩潰 就會激發起全國老百姓他們的怨氣 就會激發起全國14億人走上街頭進行抗爭 那個時候香港戰中的那個模式 就會在中國到處被複製 那個時候當香港人民 以他們戰中的方式進行抗爭的時候 中國人民就會把戰中變成了佔領中國 這就是香港擊敗中共的根本之道 不要妄自菲薄 香港有的是力量 香港完全可以以一個城市的力量 來擊垮中共這個龐大的體系 香港現在有很多的民主派的人士 大家都在想辦法 但是過去的這20年我們看見了 中共是步步緊逼 香港的自由是一步一步的喪失 僅僅22年 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面目全非 所以現在這個大灣區計劃 如果實施出來 那會徹底的終結一國兩制 香港人民就會變成跟大陸一樣 香港會變成內地 在這個關鍵的場合 我們必須得反擊 現在真是中共最虛弱的時候 這個時候反擊 我們的這個成功的幾率是最大的 我們甚至是可以說 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有機會 再跟香港的朋友來剖析一下 他們所謂的這個大灣區規劃裡面 到底透露出來哪一些信息 哪一些讓人感覺到毛髮直樹 哪一些恐怖的這些信息 好 謝謝大家的收聽 下次再見